周三 世界衛生组织首次发布幼儿使用电子屏幕的教育指南 表示必须避免久坐行为 减少看屏幕的时间 应当多做体能活动和更高质量的睡眠 预防日后出现肥胖及其他疾病 指南中说明 久坐不动的屏幕时间包括电视 视频和玩电脑游戏 世卫强调 不活动是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 也是导致肥胖增加的原因之一 世卫建议 一岁以下的婴儿应该透过地板游戏 每天与人互动30分钟以上 一岁以上的儿童应该每天至少三小时进行各种体能活动 避免接触电子屏幕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现代不少人手机成瘾 许多幼儿与青少年也越来越沉迷电子商品与手机 久坐不动看屏幕直接影响身体与精神健康 世卫两年前的一份报告曾指出 过去40年 全球肥胖儿童及青少年人数增加10倍 达1.2亿 教育指南中指出 健康的体能活动 久坐行为和睡眠习惯会在幼年期确立 应该早日养成积极运动的习惯 新唐人记者文倩综合报道